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太极拳的太极是什么意思 太是一个大字加一点 它表示极大和极小,所以太也是极的意思 太极代表人体的中丹田 中丹田位置在肚脐与命门连线的前三分之一的区域 我们讲的极大无外,极小无泪,是练功的体会 比如,我们在做开合功的时候 一练把丹田慢慢地打开到无限大 然后把丹田缩回到无限小 太字与太山的太,发音相同,意思相关 太山在古代被认为是五月之首 所以帝王登级的时候都会去太山进行风扇仪式 太这个字也是六十四卦其中的一卦 其中上面的虚线代表三个阴瑶表征地 而下面的实线代表三个阳瑶表征天 地本来在下面,跑到了上面 天本来在上面,却跑到了下面 代表天地交态,风调雨顺 天地处在平和的状态 太挂也代表了人体竹三阴经和竹三阳经 以及它们的循行方向 三个阴瑶代表竹三阴,肝,皮,肾 它们均由竹部经过下肢内侧,腹部,抵止于胸部 从下肢上至上 三个阳瑶,肺,胃,膀,膀,肝,肝 经由头部经过躯干部,下肢外侧,抵止于,足部,从上至下。 所以,当一个健康的人站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太挂,就是我们太极庄宫的无极庄。 脊椎中正,两肩自然下垂,双膝放松,表示阴阳平衡。 而当上了连纪,阳气虚了,甚至中气下陷的时候,就容易耸肩,脊椎变形,代表阴阳分离。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无极庄的练习,来调和阴阳,达到健康的状态。 无极而太极,太极生阴阳。 好,下次,我给大家讲一下太极拳的阴阳。 谢谢大家。 请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